台东医院成功分院在增设了8个洗肾病床之后 为了服务民众 台湾好行所营运的低底盘无障碍专车 也将会增停成功分院站 让有需求的乡亲可以更加方便 台东医院成功分院扩大服务规模 增设8床洗肾病床之后 为了解决乡亲的交通问题 立法委员刘兆豪特别争取顶东客运海线增停成功分院 以方便民众搭乘 同时顶东客运台湾好行所营运的低底盘无障碍专车 也将增停成功分院站 因为对我们需要有这项来服务的 或者是需要在东海岸线来看准的这些朋友们 我觉得赵冲的这样的路线非常的遥远 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跟公路总局在着争取 希望能够来帮助我们顶东客运能够来增加 让我们在路线上的安排能够增停成功分院 能够让看病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更便利的交通的设施 那我们也谢谢从今年度的夏天开始 除了顶东海线能够增设台东成功分院 作为停靠站之外 也增设了两个无障碍的设施的公车 让我们需要的这样的朋友能够有更便利的 能够就近的来有就意的一个环境 由于成功分院站的无障碍需求较高 未来顶东客运也将再购置两辆无障碍车辆 让有需求的民众更加方便 记者廖婷娟 成功正报导